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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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一个空间它其实都有各种不同的机力跟条件 那我们希望能够把它的优点能够挖掘出来 它的缺点的话反之我们就把它做一个转化 这样在使用者之前去预先思考到它之后的使用行为 今天我们看到一个这么棒的河岸景观摘 其实是我们阿瑟的作品 阿瑟你好 阿瑟你好 其实我知道你是一个非常温暖的设计人 而且你擅长以这个诱导式的结构美学 可以跟我们观众再分享一下 所谓的一个诱导式的结构美学到底是什么呢 好 佑老师 结构它其实是一个问题解决模型 它是为了让整个室内设计的项目 我们包含的屋主跟我们室内设计的团队 每一个人都依照一定的这个思维逻辑 而且了解彼此之后往下个阶段去做一个进展 所以一直从最初的这个概念发想 乃至到最后的这个屋外的具体成型 每一个人都充分了解而且可以接受 那这样子就不会有产生过多的认识落差 整个设计项目就会非常平顺的去被完成跟落差 那今天呢 我们来看到这个河岸景观宅 我说真的 你真的一进来一定会先 哇 因为它有非常非常棒的一个view 可是我自己会觉得非常好奇是 如何让一个所谓的诱导式结构美学 来跟这么棒的一个居家空间来做结合呢 进到这个岸场来勘察的时候 我们发现它一些优势 譬如说它的一个河景当然是非常棒的 然后面对我们阳明山以及我们重阳桥的这个景色 然后采光非常好 我们的采光是由我们的屋岸的这个方向过来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东南方 那基本上它没有西塞的问题 这是它的优点 那我们解析这个屋岸的这个缺点是 它的室内十平大概只有36平 它是一个在大台北地区很常出现的一个面积 那原本的格局是四个房间 分足下来之后它其实每个空间都刚刚好 但我们的这个屋主它其实没有那么多的家庭成员 那我们就想说好如何能够让这个空间的优势能够发挥 于是我们就把这个385以及520这样的空间 做了一个整个 让它加起来是一个九米长的一个面宽 一进门之后就会让人家看到 哇是一个很宽阔的一个河景 似乎是来到了一个五六十平的一个 屋岸才会有的一个景观 每天回家能够看到这样的河岸景观 真的让人家觉得很放松 而且一走进我们的宫领域 就可以看到由这座食材打造了一个电视墙 我觉得非常特别的是 在电视墙的后面 它居然连接了一个可以让人觉得很放松的一个 大台的空间 而且不只这样 全家人用餐的一个餐厅的位置 它居然是设计在这样子的一个角度里 在这个公共空间当中 有这么样一个多功能的设计概念到底是什么呢 阿瑟 哇我刚刚一走进来 我说真的 在这么一个宫领域当中 我一路走来有电视墙 结合了一个吧台空间 到这里又有全家人用餐的一个餐桌 当初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设计呢 因为这个室内面积 我们其实如果以整体来讲的话 它在台北大台北地区 它并不是一个非常特别非常大的一个空间 所以我们在想如果能够把这个室内面积 做一个比较有效率的分配 就是让我们的休息区 我们的主卧室 它在休息的时候能够满足基本的这个面积即可 那剩余的空间我们就把它分配到我们大的工区来 原本这个室内的格局其实是四个房间 其中一个房间如果在使用需求不影响的情况之下 能够把它做一个拆除 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 应该算是被拆除掉的一个房间 对 没错 所以等于是我们把原本有的客厅的面宽 再加上这里的520 对 加起来就变成9米宽 所以我们的视觉整个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开阔 没错 当我们在这个水岸边散步的时候 很常会看到我们的这个河边会有沙洲 所以这整个景色就有地呛 一直到我们的沙发 到我们的电视墙扶起来 然后到我们的这个吧台 稀微下降 再到我们的餐厅再往下降 一直到我们的这个地板 再到我们的墙面 它形成一个 有点高高低低的 对 像是沙洲之岛的感觉 有点起伏 也有呼应到你所谓的一个摇曳的一个线条 对不对 其实包括材质上的搭配 我觉得也是蛮走一个混搭的路线 对不对 是 当时在设定的时候 其实屋主给我们的条件就是 希望能够让植材都会用很自然制服的方式去呈现 再来就是健康材 所以我们使用的建材 一遇都是使用地甲全环保的材料 或者是最天然的这个植材 比如说像我们的石壁浆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金丝坛的石木的台面 那这个东西的话 它可以一直延续到很久 甚至于这个餐桌 它可以一直留给他之后的这个小朋友 长大了之后 万一他要有其他新的空间 他也可以带着走 因为只要表面有任何使用的话 都是一个很棒的这个绿水的一个痕迹 所以其实像现在这样子的一个空间配置 完全是有搭配 而且呼应到我们外面 这样子一个这么棒 而且无价的一个景观 对不对 是啦 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的舒服 这个应该算是女主人她特别要求 而且非常非常喜欢呆的一个公共领域 对不对 是啊 她当初有特别提出什么样的一个需求吗 她希望能够很从容自在的在厨房空间里面 去发挥她的这个手艺 而且还可以跟她的朋友保持一个良好互动关系 所以你想想看哦 如果您在这边做一个简单的清食烹饪 或者是饮料的时候 那她的朋友可以在这里欣赏外面的景致 而且可以跟我们的女主人去做一个良好的互动 那等到要正式用餐的时候 走到这里来的时候 女主人准备好一个备餐的这个前置动作 她可以很轻松 然后很优雅的将她的一些料理呈现在我们的餐桌上 然后所有的人呢就非常舒服的移动到我们一个餐桌的位置 然后享受着我们外面的景色来一边用餐 因为现代人工作压力真的太大了 所以其实回到她希望很舒服 然后搭配上一个所有的 包括色调上啦材质上啊 真的会让人家觉得 哇回来就像在度假一样对不对 是而且也有不晓得你们有发现 就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有提到 这个地方其实形成一个三角形的链接关系 所以当我们的使用者或是我们的访客在这边 喝着饮料或是享用清食的时候 其实是可以跟我们客厅的朋友 以及我们餐厅的朋友一起做一个互动的 所以当家里来了很多人的时候 也不用担心我们的沙发不够坐 其实就可以形成一个很棒的一个聊天跟互动的空间 看完了以最自然质朴的方式呈现的理想居宅后 接着对于完美有独到见解的屋主 设计师该如何量身打造出一座与众不同的堡垒 并让喜好下厨的屋主拥有一套独一无二的中导厨房呢 令人经验的中导设计 不论从外形高度电器选择及颜色配置 都嵌入了极致完美的精髓 快来看看设计师最无懈可及的专属定制吧 常年生活在国外的Mr.L 是个对于追求完美不依余利的人 在他的眼中容不下任何被称作庸俗的沙利 回台后一直在寻觅符合他心中家的模样的住宅 那个地方需要充满独特性 原创性以及专注完美的细节讲究 他享受与众不同的感觉 并勇于尝试新事物 他只追求最好的 Mr.L要求完美 一丝不苟的绅士 过着规律的生活 我们下期见 哇 毛哥 這就是Landon他的一天嗎 是 他看起來生活很規律 而且覺得是一個非常嚴謹的人耶 我自己覺得他是一個非常注重生活細節的人 雖然他不是做設計的 他有一種設計師的特質 比如說他要求線的一個筆直的線 或者任何細節上的要求 其實不亞於任何的一個設計師 有設計混在他的身體裡面 對 那他對的廚具說 不管是電器 品牌 然後到整個檯面的高度 或者是整個造型上 他都非常的要求 台北市可能是非常知名品牌的廚具店 他可能都沒有辦法達到我們 期望做出來的一個廚具效果 當然他有熱炒區跟外廚的部分 那外廚是我們比較重視的區塊 我們最後還是決定就是說 那我們乾脆自己來完成所謂的外廚房 就是我們去把進口的設備 那些蒸爐啊 咖啡機這些溫杯盤這些東西 跟我們自己的做的一個櫃體來做結合 這套廚具是我們為他做的一個 量身訂製的一個專屬設計 這在時裝界就叫做高級手工訂製服 那他對這個廚房既然這麼看重 他對這個廚具有什麼特別的要求嗎 我們整個華人地區都喜歡用中華鍋 就是大草 但不大一樣他就是平底鍋 所以整個料理的方式不大一樣 所以他整個檯面的高度 針對他個人的身高來訂製 難怪我們剛剛看他在這個廚房裡面 動作起來非常流暢 而且如魚得水的感覺 原來是因為你把每一個步驟 他的習性都有告訴你嗎 應該是一個比較深入的了解吧 就是像朋友一樣 對整個生活習性 作息 嗜好 還有他喜好的一個顏色的部分 其實我們大概都能夠掌握得比較好 講到顏色還有你們這整個 櫥面的這個牆 食材牆 在廚房看到用這樣大面的食材牆 其實也蠻少見的耶 是 他其實是一種環保食材 並不是我們熟知都是兩公分厚的食材 它是一種德國的技術法 它石頭片下來 像我們切撒心這樣 就是把它片下來 所以它是一個很薄的食材 它叫做拓彩的 它對電切要求其實 其實跟我這個部分也有很接近 那我們在看同樣這個電器的時候 比如說它現場是一個烤箱 跟一個咖啡機下面再配一個溫杯盤 它的尺寸分別是60x60 上面的咖啡機是46x60 下面是14x60 所以它合起來是120x60的一個電器櫃 你不能是A廠牌的咖啡機來配V廠牌的烤箱 其實它是不行的 因為它有可能在不鏽鋼的顏色上 它其實是有很大的一個差別 那這個可能就是我們兩個的眼睛都過不了 所以你要選到這個不鏽鋼才呈現出來色澤是一樣的 是我們就期待這個線條完全是在水平的狀態之外 它其實顏色也必須是非常接近 所以還必須是同批號出來的 大概是同一家廠商出來的不鏽鋼 然後再來是同時間出來的 它才會是不鏽鋼顏色是非常接近的 難怪你說你跟Landon非常的契合 在廚房這一塊的話可以算是教學相長 絕大部分其實是我跟它學習 因為實在是很少遇到男業主被廚具如此要求 也這麼懂這些東西應該怎麼樣來安排會比較恰當 開放式廚房這個量度大的情況之下 所以它的顏色比重就很重要 在這個部分我們把拓彩員定掉之後 其實其他的材料比如說地板的盤多膜 還有再進到室內的玻璃 就是整個是在灰界上跳動 還有一進門的那個就是以這個拓彩員定了之後 才去配其他所有的配色 一般都是以客廳為主定調 這是我第一次聽到先選了廚房的色調之後 再來定位整個家庭 這個琉璃台的上面 我不要有一般廚具的上櫃 那可以用一點酒吧 酒吧式的概念 所以我們就設計了一個可以插幾瓶紅酒 然後放幾個水晶杯的位置 然後放幾個水晶杯的位置 找對設計師 極精完美的空間設計 皆可親密地表現在家中任何一個場 而設計五國界 當來自北京的屋主遇上了台灣的設計師 他們不局限用詞與惠 文字傳述的不同 且克服建材與施工等問題 並打破傳統 將廚房作為傳遞感情的中心點 同時注入屋主喜愛的線條幾何設計 打造出最夢幻的中島廚房 一起來看看設計師與屋主 是如何破除一路上的障礙 用心打造出最幸福的居家氛圍吧 在中國北京的屋主施先生 打算將原本和父母同住的透天措三樓和四樓 重新裝修作為新婚居宅 因為當地的室內設計 總是無法讓他感到驚艷 朋友介紹了台北的黃千柱和張少華設計師 三人因為相談甚歡 設計理念契合 所以施先生決定邀請他們 一起來打造夢想中的美好大宅 黃千柱和張少華設計師 要如何跨越距離與溝通隔閡 並克服當地建材與施工障礙 為屋主完成精緻質感的品味居宅呢 黃千柱和張少華設計師 希望能為北京的屋主帶來 時尚和諧的台灣設計 並實現符合屋主喜好的美好大宅 但是來自兩岸二地個性鮮明的三人 到底要如何相互磨合 才能完成精緻質感的時尚宅底呢 想裝修一個自己比較理想化的家 還是蠻多困難的想起來 表達上就是一個大問題了 雖然我們心裏可能有一個想法 但是如何能把心裏的想法呈現出來 對我來說就是一個問題 特別是想到跟設計師的溝通 包括要如何做呢 這些反正還是蠻苦惱的 因為我們是台灣跟北京的兩地的距離 所以呢我們當時花很多時間在溝通 就是語言上跟文化上的差異嘛 再來我還要了解他喜歡的風格 因為風格每個人形容的方式也不太一樣 所以那時候我們一直在看用什麼方式能達到一個默契 我覺得還是從對相同事物的認知上 就是生活經歷上的分析吧 我覺得這是反正設計師蠻厲害的地方 我們這邊看到餐廳的這種大量採光的感覺 其實那時候我們是想說把這邊當成家人互動的一個地方 因為家人互動的地方反而不是客廳 是以這裡為主 我們有預設說這邊有一個平台 那女主人如果在那邊整理東西 就是好像他們兩夫妻交流的一個空間 男主人喜歡下廚嘛 是吧 然後那時候她就想應該我下廚機率比較高吧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把這裡面那些需要的東西 我們就一同去挑選 然後以絲種習慣操作模式去搭配的 那整個中島長期 那時候我們在這邊也克服了一件事情 就是抽油煙機 因為抽油煙機 我們在台灣其實放在中島上面平率蠻高 可是在這邊我們要找到一個好看的絲種 一直找不到他覺得比較簡單俐落 可以擺在中島 因為這邊是預設是輕食的一個空間 所以在這個地方呢 我不要讓它面壁去操作 它可以站在那個地方看到外面的風景 邊享受這個輕食早餐 我們也希望說整個從那邊走過來看過去的這道牆 它也不要看起來是一個就是廚房 所以那時候我們也預設說 這個琉璃台的上面我不要有這個一般廚具的上櫃 所以那可以用一點酒吧 酒吧式的概念 所以我們就設計了一個可以插幾瓶紅酒 然後放幾個水晶杯的位置 做一個層面 然後也當成這一道主牆的一個設計 我們現在看到有間接照明 然後上面有讓它可以放洋酒啊這個 其實那時候我們也是在那邊做的時候 覺得一直沒有達到十種要求 後來我們就從台灣做 我們台灣請鐵工把這兩個不鏽鋼都 拋好做好這種包裝好 我們又帶了背景 我們有討論到說那我現在鍋子怎麼拿 那我的調味料習慣用右邊拿還是左邊拿 像這種都很細節 很細節的四種它都自己會 它會告訴我它的這個習慣 前提的一些溝通 細節溝通還蠻重要的 這個案子比較特別讓我感受的就是 因為這是在內地這邊 在北京這裡啊 就特別跟我們在台灣的時候 其實會有一些 比如在溝通上面也好 或者是工法上面的技巧也好 或者這邊的一些叫 技術跟材料的使用也好 都會有一點點的不同 就我工程的角度而言 我是覺得有很多可看性的東西 好玩的東西 我覺得我們談的都是一個家 在哪邊生活都一樣 即使你北京跟台灣都一樣 我們大家都是對家的一個想法 我們在原上有點隔閡 可是後來當我們已經有默契之後 那個隔閡沒有了 我們就知道 其實大家還是為家一個期望而已 我們一直掌握出它對家的一個感覺 當時代不斷的進步 不僅可以感受到科技發達帶來的便利性 居家設計也隨著環境變遷 注入更多新的思維 參處空間成了聚會最重要的場所 也是情感交流最重要的命脈之一 中道廚房儼然成了家中不可或缺的公司 重新為家中定義性的中心點 帶來最溫暖的幸福氛圍